伊拉克从星期二开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因为不满失业率上升 政府腐败无能 水电供应不足等等问题 集体走上街头 要求上任才刚要满一年的总理麦赫迪下台 一连几天的血腥抗疫是已经造成将近100人死亡 好几千人受伤 而也看示威活动没有平息的迹象 联合国也公开呼吁伊拉克政府和示威者展开对话 舒缓当前的紧张局势 而昨天当地政府就宣布取消首都巴格达为期两天的宵禁令 来来往往的车子穿梭在马路上 在伊拉克政府解除宵禁令之后 民众终于可以踏出家门 在首都巴格达的街道 市政府的工人正忙着清洗马路 有的则用挖土机以走示威者所留下的障碍物 宵禁令解除之后 当地老百姓是大声赞好 只不过在小禁令解除不久之后 示威者还是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 继续走上街头示威 他们挥舞着手上的旗帜 焚烧轮胎 现场淫雾弥漫 救护车的鸣笛声还不断地在街道上回响 期间还有警方抛制锤内弹来驱散示威者 这场暴力骚乱导致死伤人数不断攀升 当地的医院人满为患 多名伤者在医院等待治疗 这场全国新的大规模示威 或许要等到总理曼赫迪下台和提前大选 才能够平级了